这个调整吧 浙江队管晨晨 预赛难度7.1 第一位出场的应用员是来自浙江队的管晨晨 四叉跳上 接四叉180 接晓三 他刚刚的这个连接串断掉了 剑子后直 接数分跳 四叉跳 接四叉90 接横分180 接数分180 首帆前团 接数分跳 完成得非常好 一转三百六 大胯跳 接潜艇 接横分跳 接后刀叉 我们来看他的下法 我们来看他的下法 刚开场的第一串 就是从上幕开始在幕上再接两个动作 这三个连接稍微因为第二个动作完了以后脚下多了一步断了连接以外 其他真的是完全滴水不漏 很漂亮 因为确实刚上场这个连接串 确实发力的时候容易紧张 但是他在后面调整得非常好 而且我们在他上一场的全能决赛当中 他确实是表现得不太出色 因为出现了好几次的失误 然后也是应该在这个赛后教练和他做的总结和调整 你看他每一个技巧动作落幕 包括他的舞蹈动作落幕 脚下都纹丝不动 粘在幕上 很扎实 用我们的话就很扎实 所以他现在的状态就是坐等七位选手完成情况 虽然断了连接会稍微影响一下他的这个地森 但是因为他B级领先第二名都0.9 所以问题不大 而且从他完成情况的话 他的一分应该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浙江女队在女团的比赛中呢 今年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后面全部连接都成立了 对 现在的规则平衡目是连接串有额外的加分 但是你起码要达到三个 所以现在越来越长了这种连接变得 对 从他表情看 马上说好像有点小激动 选手的这种激动啊能看得出来 就是下了场以后话不停 其实他本身也是挺能说的小选手 平衡目的分啊 一般来说会比别的项目打的时间要长一些 也因为财团员要调回放看一下 你的连接是不是中间的 你三个连接中间肯定是挺两次嘛 全部都没有违规 没有调整 上身也不行 脚下也不能 全部成立 然后才给你把你的连接加分算上 反正我们可以从他上法 第一串是有一个很明显的断掉了 然后呢 他在中间有一个应该是跨跳潜艇 然后那串动作 他好像是一个四个连接 但是呢他第三个完结 第四个时候有嫌疑 所以有可能裁判会对这个连接串 再做一个认可 所以就是等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 对裁判员不但对连接要进行核实 他对舞蹈动作的跳步 他也是有要求 就裁判规则是有要求的 达不到指标的话也可能 不被承认或者被难度会降一级 所以挨个这么核算 时间就会长一点 对 但是在等分的时候还是内心挺胶着的 他也期待自己的这个难度被认可 然后分也能得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分数 在等分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回顾一下 在前面几场比赛中 女团的一个整体的成绩单 女团冠军是东道主广东队 亚军是北京队 第三名就是浙江队 女子个人全能 冠军是广东队的刘婷婷 亚军是广西队的韦晓媛 第三名是北京队的琪琪 昨天结束了两个项目的女子项目的单项 女子跳马金牌 琪琪 亚军 余领领 第三名刘金如 女子高低杠也是昨天结束的比赛 金牌范逸林 银牌 程诗仪 第三名是刘婷婷 刘婷婷今年就今天还要上平衡幕的比赛 后面还要上自由操的比赛 从我们现场看呢 就是在这个地裁哪 还在 对应该可能是对某个连接串呀 或者某个动作可能有争议 有争议 所以还在那个现场的第一和第二裁判那边 还在研究 如果就是单项裁判 出分了出分了 它的难度 降到6.7 低了0.4 对 阮程尊8.233 14.933分 好 那么从这个分数开始 下面要进行7个选手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二位登场的东当主队伍选手 预赛第9名 吴然 直接跳上 上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手带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手带直立后空翻 交换腿 交换腿结环 后射翻 纵分跳 这是一串 交换腿 交换腿 体差跳 分腿跳传体 180 挺身前空翻 这个地方断了 这本来应该三个连在一起的 在1和2中间断了一次 挺身侧空翻 横分跳 路跳 自由腿低于水平的力转360度 下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成套 那相对来说在这一次的竞决赛的8个运动员当中最低的一套工作 当然他也是以预赛第9名进来的 因为刚刚在管晨晨完成之后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 所以对下一位的选手 他等的时间越久 他的身体可能就会越僵 然后呢 这一名小选手也是就是参加的比赛的经验可能也较少 所以他自己的这个调动上就欠一点 然后上目完成动作就会就会勇抢到发挥 一般来说选手都是用900下 所以他因为难度小一些嘛 720下 对 因为现在 现在规则这几年的规则上 就是对这个下法好像稍微降低了一点点 对 不再要求必须地组了 对 所以有些选手可能就是说 就是落地要的是干净 那他有可能就是需要选择一个采取一个这个C组的难度 对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落地 下法落地你的干净也能为你整套成套 还是带来一些这个分处的提升 是的 就是因为规则改了 对下法没有要求像从前那样一定要地组往上 对 所以选手为了挣难度分就把上法的难度提高了 但这名选手上法就比较简单一些 现在有很多选手上法 我们都说你看把这个柱跳板如果放在侧面 那就是个地组的网红上了 猜都能猜到 教练员呢不仅仅是在专项技术上会帮助选手 平时生活中都会像他的家人一样 照顾他所有的一切 饮食 喜剧 而且这些孩子他们跟教练相处的时间真的会比家人都长 对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 然后慢慢慢慢地就会和自己的教练就有点像自己的父母 然后时间一长了 就是因为陪伴时间确实太长了 我记得我做教练之后也是有感触 就是确实陪在这个队员身边的时间更多 然后陪在家里人的身边就会更少 但是确实因为也是这份我们的工作 而且你们家是两位教练 男教练 女教练 真的是全身性地铺在了体操事业上 是 我们从刚刚回放能看到 他这个连接串肯定就是没有了 中间这个断掉的比较明显 但是从他的下半上来看还是很干净的 好来看一下 广东队的无染13.933 他的难度只有5.7 在这次的八个选手当中应该是最低的 接下来登场的是浙江队的陈妍飞 预赛的第五名 现在上场的是浙江队的陈妍飞 向后倒立上 完成很漂亮 见字后直 挺身前风翻 接树分跳 接路接环 侧空翻 四插结环 四插结环 红分180 接树分180 立转360 加上 小伙众 一切 五插结环 三个 四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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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套动作在木上啊 完成的还是很干净的 基本每个落地都很稳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晃动 但是下法上确实稍微有点可惜了 从这个画面可以看一下木的宽度 只有一个成年人脚掌的这个宽度 10公分宽 我们看它这个慢放 看它的下法落地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落地 我们就会说它的就是有点太想路 太想站了 因为你想站以后你的意识就会早 所以等于是动作没有做完 你一想站就容易趴在地上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确实就是你越没有想法 发挥的就会越好 它太想站的话 它是提前放腿吗 还是提前做哪一步 会提前放腿 对有的时候要么就是想法力的 就又会过 然后有可能就会坐在地上 或者躺在地上 这种可能 难度6.0完成7.7 13.70分 目前在出场的三位运动员当中 赞联末尾 接下来登场的是东道主队伍的 刘婷婷 刘婷婷这次呢是获得了 女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同时在昨天结束的女子高地杠比赛中 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今天她两场都要上 先来看她的平衡目 预赛第四名 上法四叉跳上 接胎跳结环 接后小帆 首帆前团 完成不错 四叉结环 四叉跳 接路结环 接后小帆 挺身前空翻 阳波跳 接后倒叉 立转三百六 大夸跳 接侧攻翻 结束分跳 漂亮这船 这样子七百二下 刘婷婷这套平衡目是最具美感 也就是她展现出了平衡目所需要的节奏感 韵律感同时展示了一位女子体操选手 她的这个体型的这种优美 中间就是可怜地断了一点 对对对 今天婷婷这整套啊 发力很果断 而且她的落地也很果断 对 而且今天从她一上场 她的那个面部表情就能看出她今天这个气势很足 她这个前团特别果站 就很果断地马上就站起来 她其实蹲得比较低了 但是今天她稍微有一点点 可惜就是她这几个连接串 断掉了两个 所以就会影响到她的起评分 但是她今天完成情况还是挺不错的 不可以是拿过平衡目世界冠军的选手 她很稳 就是感觉到是可以信任的选手 带上上大赛的话 队长的气势 对 她其实下来她自己心里 你要说她一点都不担心 也不是 她下来也会拍胸口 也会紧张 但是场上你看不出来 对 很淡定 你看她 就是成功之后下来都是释然了一下 对 这就是在场下是真心情 在场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竞技状态 那种职业的状态 对 在一个队里面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人物的存在 它是一个核心稳定军心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看看裁判对她的递分是怎么认可 因为她今天上法的之后稍微也有那么一点点 然后看看裁判是否对认可 但是然后其他的那个段开就比较明显了 因为现在长串连接确实很吃香 因为她的连接加分高 对 连接一串就是 我说的是短连接的话 0.1到0.2 你要长串了 再给你额外在这个基础上再加0.1 所以大家都这么干 现在因为上法和下法都含在 都算是连接串加分里 所以选手从上法开始就是带连接 所以一般现在是三个动作 上法一个 在目上做两个 这是一串 今天好像这个屏幕比赛都是大家都在交出等待这个分 对 今天我们从评论席大概50米以外 能够看到第一和第二裁判 他们的背影 所以能够看到他们是不是有在核算分数 出分了 6分 难度6.0完成8.533 14.533目前排在第二 这是个不错的成绩 因为她毕竟跟前面的管全身的分差 难度分差比较大 所以她完全是一套完成分冲上来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王静盈 预赛第七名北京队的选手 王静盈 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的还是很干净的 虽然路上也有那么几个小框 但是她自己还是控制的不错 而且下法的落地非常的干净 这名选手的身材挺高挑的 腿也是长长的 他平时在队里面 他是哪个项目比较不错 他的个人特点是什么样的 他应该还算是 就是四项相对平均一点 但是跳马稍微偏弱一点 然后高平的水平基本上差不多持平吧 应该还会高地杠再稍微的水平高一点 而且这个选手就是 我观察他今年要比去年有进步 而且在他场上比赛的那种感觉 还是挺冷静 也挺 就是让人感觉还是挺放心的 因为在比团体的时候 有些项目 就是也需要他去打头 因为打头的这个人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教练在选择 把他放在打头炮 说明还是很信任他 而且也相信他能把这个头炮打好 而且这个选手就是平时看起来也是 笑容比较少一些 可能也是属于那种 冷美人 他的得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成绩是13.733第四名 好 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 是来自于湖南队的 一赛第八名 吕军亮 接下来中央出场的是来自湖南队的 吕军亮 第组上吧 手翻直立后空翻 交换腿劈腿跳 结环跳 横针跳 交换腿接环 测挺 前挺 路跳 后手翻 结环是一串 二 七两下 李军亮 湖南队选手 体操选手啊 都是这种个子娇小的 还是比较多耶 因为确实这个 在老师选才的时候 也根据他的这个身高 然后也会观察 他今后的这个大概的这个身高 因为有的时候选 比如说他身高很高 他就不适合练体操 然后我们看到 刚刚这位选手这个娇小身材 就是个体操的料子 对 这种身材 在平衡目上就很占优势 我们可能看到鸽子高 比如说1米6的选手 他高低杠啊 自由操啊 很有美感 但是一旦上了平衡目 就感觉像个巨人站在那 而且在我的印象里 这名选手他去年 是参加了青年比赛 然后呢今年 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成人比赛 所以就是说 这名选手的这个心理素质 还是不错的 而且能进入到这个屏幕的单向决赛 能看得出来他的队里啊 都是备受照顾的小妹妹 对 小妹妹 就确实是小妹妹 都坐在腿上 而且这帮小妹妹也很漂亮长的 体操选手我们都知道 你们肯定是先来看分数14点40分 肯定是先看这个身体条件 但是我们觉得 你们会不会也先选苗子的时候 考虑一下颜值 对 多少他还是要 你不能这个 就是因为确实这个颜值 还是对裁判的这个印象分也很重要 好 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 广汽队的韦晓媛 刀立上 四叉截环 扬波跳 接到叉 力转360 小帆拉拉提 晚上不错 四叉跳 接跨跳结环 接后小帆 链子 铁身前空翻 接数分跳 接横分跳 这样子一千零八下 他的下法要明显比其他选手都难 在今天这次的全国体操锦标赛上呢 韦晓媛给我们印象很深刻 除了他的颜值以外 还有他的发饰 我们看他每场比赛都会换这个头花 别的孩子吧 就是扎一个高的马尾 然后用个红色的发圈绕着 他就会有各种蝴蝶结 然后我就想到了美国女队 美国女队每次的选手上场 都是花枝招展 把自己打扮得像一棵圣诞树 而且体操的选手都是很爱美的运动员 对 就是因为姑娘 就是自己就知道自己很漂亮 所以她就会更注意 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 而且确实 我们以前总是扎一个头花在头上 然后盘起来 然后呢这样有一位选手 能打个蝴蝶结 扎一个高高的马尾 就是感觉突然这个运动员很出挑 对 所以她在赛台亮相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八个人里面 你一眼就能认出她来 我们其实从慢放来看 她这个动作 在她前两场的时候 她这个应该是要接一个横分180 所以她这个连接串损失了 但是她的下法有加难 我的印象里 她下法应该是720下 所以她在决赛的时候 一个可能就是抱着一个教练 可能就是对她的这个策略 就是一个是拼 然后呢也是锻炼下她这个动作 然后成功了 那就锻炼成了 然后失败了 可以再积累经验 因为这个平衡目的比赛是她在本场比赛当中 就是最后一次 先来看分手 14.600排名第二 她后面还要去比自由操的 所以她把自己难度储备 放在她的最后一套平衡目里 现在超过了刘婷婷 所以她的这个 那个连接断掉了 是一个小损失 因为她这个连接断掉之后 她的得分也会有影响 但是对于队员来说 我从这套来讲 觉得还是锻炼到她自己了 对 大家可以注意看 她跟刘婷婷分差其实很小 只有0.067左右 接下来登场的是 湖南选手前学家 她也是平衡目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 一赛成绩排名第六位 这种上法不是规定动作 但是大家都这么练 后手翻 拉拉提 低于水平的力转360 挺身前空翻 扬波跳 横分跳 这是一串 交换腿皮 插跳 跨跳结环 后手翻 下摆成纵目其坐 又是一串 跨跳 测挺掉了 今天总的来说 平衡目的稳定性还是比较高的 她是最后一个上场的选手 就掉了这么一个人 又是一串 又是一个由三个动作连接成的长船 下方 后跨了两周下 后期两周下 浮南队的选手前学家 它稍微有一点可惜 其实这套的整体的实力也还可以 而且它的动作还是挺干净 稳定性也不错 这也是全场这次屏幕 唯一一个失败的选手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 八分之一的失误率 就是重大失误率是很低的 有的时候大赛 就是到了世界锦标赛 平衡目都可能摔掉一半的 二分之一的失误率 所以这次平衡目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女队 是给观众 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因为上次调气节 可能影响还是影响到 它一点的整套的节奏 所以我们前面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就说到 这个管辰阵 完成之后就坐等后面 七位选手的完成情况 这种确实是因为 因为你难度能够领先 别人0.9这么大 因为难度它是一个硬实力 完成吧 要想 就是完成分成还取决于 有可能这个裁判 手松点手紧点 所以你要有绝对的硬实力 绝对的难度 才可以这么淡定的 等的颁奖 对 所以有时候第一个其实出场也挺好的 有压力呢也轻松 比完了就等着就可以了 对 它不需要 就是 因为本身这个项目吧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 对 你把自己准备好的东西展现出来 然后你都根本不需要关心其他人 不过今天队长婷婷表现得也不错 比完以后大家东搜一口气 都喜笑颜开的 非常好看 还有几个 就是一下刘婷婷后面还有任务 她后面还有自由操 管晨晨后面也还要比自由操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获得冠军的是浙江队的管晨晨 获得亚军的是广西队的韦晓元 广东队的刘婷婷获得了第三 吕军亮第四 吴兰第五 王晋莹第六 陈彦飞第七 前学家第八 好 女子平衡目的比赛 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稍微休息会儿 稍后为您带来男子双杠的比赛